字幕提供 Hello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节的晚迷早晨节目 这节节目因为我们刚刚欧霸就抽类了 亦都知道我们对手就是西甲的教南辣达 今天仍然好像有点痴理根的情况 因为我的舌头因为剥牙那里不知为什么 早几天就痛了,今天其实就没那么痛 但我的舌头就避鬼了 所以现在有点痴理根的感应 我想你们今早听我两集的《八德不觉》 可能也有点留意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舌头现在很避,一说话多就避 讲回正题,我们就抽签了 我们对着加南达达 阿仙奴对着斯拉伯普达 阿迪斯对着罗马 基辅达拉姆 对着维拉利尔 算不算是好签呢,应该来说 起码不用去东欧 应该算是比较容易应付的对手 好,日子都出了 日子就是说,我们应该是 4月8日,首先作客 加南达达 然后15日,主场回来应战 但是最重要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过了一关 大家都明白,很多朋友都说 4强才是重点 大家要留意,我们就叫做 第一个配队 第一个配队 我们将会对着第三个配队 我们的第一个配队 将会对着第三个配队 即是说,我们和加南达达的圣方 就会对着亚迹斯或罗马 这个带南无 和维拉尔的圣方 就会对着亚仙奴 或者斯拉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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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是5月26日 踢决赛 希望我们可以进入决赛 简单地说回我们的机会率是如何 首先,第一个要对付的球队 就是加南达达 简单地说一下 他们现在在西甲排第8位 10勝6和11负 入沙3球失射是4-11的 吉失球率 是比较奇怪的 尤其是在西甲的中游 就是这样 我就纳过他们的成绩 基本上 对着比较强的队伯 都是敏敏的 所以呢 譬如这里 看下去 不过这样 他们在歐霸的资路真是厉害的 他们是淘汰了拿玻璃 千万不要看少 但譬如你看着马体会 对着巴赛 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 成绩 所以呢 这场球 我想我们应该有些优势 但你说是否赢得到 当然 从来没有一个比赛是赢得到的 对吧 但也算是一支好阵 另外 我们跟着的对手 就是阿迪斯 和罗马 这个当然是会比较硬的 但不幸中之大幸 起码就不用 飞得很远去踢 而且 我们对阿迪斯 一向的成绩 都挺好的 对着罗马 真的不知道 所以呢 今次来说 如果欧巴 假折 我们真的能够 撒入4强 我自己 对于入决赛 是有些信心的 相反 也看一看 另一条线 其实 维拉利尔 都是西吉的中游 我先看看 这个 刚才没有看到的 维拉利尔 哇 维拉利尔在哪里 维拉利尔 是第七位 跟加拿大差不多 所以 其实 也 或者是阿仙奴 所以决赛里面的对手 其实也理论上 最难踢踢他 是阿仙奴 当然其他球队 我们都不能够看少 因为 比如你看到 阿仙奴带领的疑似 都意外地出局 所以真的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但是表面上来看 我们的确实是有 不错的机会 无论如何 希望 真是酒饮 不是叫什么 芝利根 芝利尔 希望 就可以入到 这个 四强 和决赛 最好 最终 这杯 其实今年是有机会的 因为 如果是最坏的打算 就是决赛对着阿仙奴 我们今年有朋友说过 我们今年真的没有赢过阿仙奴 所以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给一个机会 我们今年终于可以赢上阿仙奴 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发生 大致上 欧爆杯就说到这里 亦都交代一点点 由于我 现在开始 说了5分钟 芝利根情况 又严重了 所以 例如明日后日 除非情况有改善 不然我都会 只是做一条至两条 转转的影片 一天休息 晚上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可能会再做一条 所以 一天都只有一条 两条 如果只有两条 我都会 安排一条 在大巴台 一条 在新闻台播出 这个暂时 也是一个特别的安排 因为以往 分析片 或者是 新闻相关的资讯 大巴台 新闻台的分布 但是由于我 现在 牙痛 叫做差不多完 来了一个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什么 鼻痛 为什么 搞到 无端的变成了 痴里根 有时 现在又不知怎样 很大机会 我们组总杯 即是我们国际赛日 林 国际赛日之前 那场波姐组总杯 那场 对理事实成 都应该做不到 那个 深水预计陈众 因为我做不到两三节 那么多 但是大家 好像上次 大家可以照流 照吹水 但是呢 我就做不到 那次大家分享 又或者大家 大巴分享 因为呢 这个痴里根非常严重 而且我捱不到 太久 即是八分钟 顶弄 我想就要停的了 OK 因为今天呢 做了两节 但是 排大巴那里 说得太久 简直是好不定 所以呢 我明天 或者直至到好之前 我都不敢乱来 总之呢 节目安排就是暂时 这样 OK 希望大家明白了 还有呢 这段时候 如果有一位朋友 喜欢自己录的MPV 我都想说一下我的意见 既然大巴 刺利根的话 不如我顶上 绝对没问题 你可以联络我 六个MPV 我就帮你安排 帮你最后期制作 放在节目里 让大家一起分享 那 这次来到这里了 真的 已经开始痴里根了 拜拜